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立王笑江湖 顶着新二代的光环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怎么看都是爽文大男主的剧本 奈何一个虚竹困顿终生 他就是武打巨星 永远的小和尚樊少皇 1972年出生的樊少皇 也算是咸语而生了 比如这一年出生的杨坤 徐征 平冠 郑中基 等一一都没有像他那样好运 有个好父亲 尤其是会武功 很能打 原来樊少皇的父亲 就是邵氏大名鼎鼎的武夫 樊梅生 这位出生在山东合泽运城县的樊梅生 在香港有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小麒麟 一个是李小龙 好到什么程度 李小龙最爱的女人丁佩 就是由小麒麟和樊梅生 合伙介绍给李小龙的 据说当年樊少皇出生时 小麒麟和李小龙亲自到场祝贺 李小龙还对着众人的面 承诺要收樊少皇为徒弟 可惜天不与寿为奈何 没等樊少皇长大 李小龙就死在了他爸爸介绍的女人丁佩的床上 留下一段千古其冤 没办法 樊梅生只能自己教儿子武功 至于那些后起之秀 什么红金宝成龙等 都要叫樊梅生一声大哥 武功更是甘拜下风 岂能做了自己儿子的师父 同样在这1972年 樊梅生看到儿子出生 一开心竟然在一年中 连续出演了六部功夫篇 赚得盆满钵满 1981年 九岁的樊少皇在张满亭导演的剧本 霸王别姬中 饰演了少年成蝶衣 在这之后 他又先后参演了 妈咪再见 听不到的说话等影视作品 虽然从小接触武术 但为了让樊少皇能更加正规系统的练习 在13岁那年 父亲便带着他远赴武术之乡 徐州拜师习武 日夜揣摩 勤学苦练 数年后的樊少皇 已然长成一名健硕的少年 不同于父亲的五大三粗 那时的樊少皇浓眉大眼 长相英俊 结实的肌肉线条 骨铜色的皮肤 凌厉的功夫 健康 阳光 很难不让人想入非非 那时正值香港动作片的高光时刻 靠着父亲在此前积攒下的人脉 樊少皇刚刚成名 便出演了唐继理指导的《魔语飞龙》 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男主的电影 也是他第一次出国拍戏 虽然这部电影是唐继理的导演处女作 但影片却惊险 有趣 票房将近千万港币 身为主演的樊少皇 同样因此崭露头角 本以为心徒从此一路开挂 不曾想唐继理在接下《新警察故事3》之后 却没有再找他继续合作 直到1992年 樊少皇出演了蓝乃才导演的 慢功夫电影《力王》 才算是真正的名声大噪 该片改编自日本漫画家 袁杜哲的同名漫画 男主贺力王 这个角色仿佛为他量身定制 彼时的樊少皇身材比例更为完美 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线条恰到好处 同时又将他的武术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 樊少皇和樊梅生父子同框 全权倒入的画面让人直呼过瘾 不过 影片中不乏各种大尺度镜头 因此18岁以下的观众 是不能入场观看的 以至于这部电影 虽然在当时的票房并不算多好 但后来却盛行于录像厅 DVD光盘 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看到这位功夫巨星的崛起 唐继理再次找到樊少皇 邀请他和杨子琼 于荣光 周华健等人一起出演电影《超级计划》 而且这次还为他设置了感情戏 搭档就是当时的新晋红人朱英 传言拍摄期间 两人火花四射 搞得周围人都以为 两人马上就要假戏争作 殊不知 那时家人早已心有所属 当然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话说回来 这部电影上映后票房惨败 而樊少皇也顶着打心这两个字 陷入戏路狭窄的瓶颈期 有段时间 找到他的都是什么色魔 藏尸这类的限制级电影 虽然心里不情愿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演 接下来的几年 他仍然马不停蹄地拍戏 什么达摩祖师 男拳北腿 英雄贵姓 可惜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品 直到1997年 TVB决定重拍《天龙八部》 樊少皇不仅误打误撞 成了剧中呆萌纯真的小和尚 还被金庸誉为最喜欢的一版虚竹 即使多年后 这部作品被反反复复翻拍多次 但97版《天龙八部》 仍然是很多人心中无法逾越的经典 而樊少皇也因为这个新角色 撕掉了丽王的标签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同样是由于演得过于深入人心 再次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戏路 1998年 在父亲的引荐下 当时正红的发子的成龙 破例收他为徒 不过 成龙并没有真正教过他功夫 只是在演技 电影等方面 传授了他一些经验 所以 两人只能算得上是名义上的师徒 1999年 他又连续出演了 《少年英雄方式玉》和《新少林寺》两部武侠剧 但在荧幕里看到那张熟悉的脸 观众难免跳戏 一年后 樊少皇与TVB的合约到期 他继续以打新的形象重回电影圈 什么火舞耀阳 特攻神爹 龙腾虎月 无敌全王 他甚至还续拍了《丽王》系列 什么丽王之真正敌人 丽王之赤手神探 丽王之木火英雄 可惜成绩都过于平平无奇 根本没能激起什么水花 为了翻红 樊少皇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在无间道红遍大江南北之后 他便拍了部《无间道长》 新爷的功夫火了之后 他又借时拍了部功夫无敌 然而 丽王和虚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拍片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娱乐圈更新换代的速度 更何况是这种蹭热度 搞噱头的把戏 不管怎样 这一切注定成为徒劳 在香港找不到突破口的樊少皇 决定前往内地发展 原以为换个地方 换种心情 便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谁能想到 当年打遍香港娱乐圈的功夫举行 竟然沦落成了烂片王 差点把当年出演虚竹积攒的口碑 人气都耗光 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四年 等到2008年 真子丹的夜问上映 樊少皇终于凭着金山爪这个角色 闲鱼翻身 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不过 演艺事业的起起落落 并没能影响他在感情之路上 腥风作浪 在迎来翻红的同时 他也开始被卷入丑闻的怪圈 2012年 在洪金宝儿子洪天明的婚礼上 40岁的樊少皇 结识了30岁的嫩魔 贾小臣 一见钟情 相见恨婉 迅速就在一起玩起了俄罗斯方块 玩累了 就在一起背诵唐诗 永俄 以作为两种游戏的不二调节 却不料 正当两人情色和谐 准备比翼双飞之时 却有一日 人在家中玩 祸从天上来 有媒体爆出 一向纯洁的樊少皇 竟然已经结过婚 还有一个儿子 而且 除了这个女人 樊少皇还有一个女人 只不过没有生儿子 所以 樊少皇抛弃弃子 泯灭人性 不是个好男人 贾小臣虽说已经30岁 虽然已经也谈过恋爱 很懂男女之间的那些事 但毕竟还没结过婚 更没有与其他男人生过孩子 这猛一下子 自己最爱的人 将要在地愿为连理之 在天愿为比翼鸟的未来依靠 立王樊少皇 竟然藏得如此深 实在让他有口难言 有苦难艳 几近崩溃 樊少皇立刻出来辟谣 说不错 曾经年少为爱轻狂 与人生子 对方名阿霞 但已经是过去时 属于和平分手 他与圈外妻子阿霞 在自己23岁时认识 两人育有两个孩子 但并没有正式办理结婚 自己把大部分片酬 给前妻和孩子用 有尽父亲的责任 为不打扰对方 和影响自己的事业 所以从未公开自己的婚事 正当很多看热闹 不嫌世代的某些人 喜闻乐见 幸灾乐祸 眼看樊少皇 就要极非淡打一场空 却不料女人的脸 三月的天变得飞快 转眼之间 就在一次出席活动时 说完全信任樊少皇 我不理也都不管 这件事都过去了那么多年 我对他好信任 而他都是值得我信任的人 其实不管樊少皇以前做了什么 做过什么 那都是在没遇到贾小臣之前做的 都不是针对贾小臣 更不是对贾小臣不忠 所以贾小臣理清楚前因后果后 竟誓死都要嫁给樊少皇 这样的好男人 并为他生儿育女 不辞劳苦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 但婚后 二人确实甜得发腻 生儿育女更是不亦乐乎 如果到此结束 那么可以称之为是一个 熬过风风雨雨 最终收获甜蜜的爱情故事 可惜故事的男主 好像并没有让人那么省心 2018年 自称讨债方再次上门 甚至还做出了过期行为 不仅在樊梅生的公司颇红油漆 还到贾小臣的美容院搞事 在这之后 贾小臣怒法重关 一怒为蓝言 更为夫君甘愿拼打刀 他解释道 樊少皇只是代言人 是这个代言公司欠钱不还 这才找到了樊少皇 随后他又回 欠债的是樊少皇的朋友 樊少皇是无辜的 是受害者 并称已将此事交由律师处理 不会再做过多回应 然而 吃瓜群众们才不管真相如何 看热闹不相事大的 一通转发 评论 愣是将樊少皇的牢底 扒了个金光 真真假假 纷纷扰扰 曾经的公父明星 在这些舆论的渲染下 被扣上了私生活混乱 老赖等等帽子 自从出演夜问之后 他接到的也都是一些 不入流的网络烂片 甚至沦落到了为生计 在酒吧夜店演出 时过境迁 曾经的公父之王 只剩油腻和烂胀 曾经赤身肉搏 满屏荷尔蒙的辉煌 终究一去不复返 空流岁月沧桑 繁华落尽 让曾经支持他的人 都忍不住地感慨唏嘘 此圈虽乱 虽狠 虽怪 但到底是给了一些人机会的 只是越发印证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没有永恒的毅力不倒 管你是什么新二代 富二代 抵不住诱惑 扛不住压力 耐不下性子 那终究只能沦为 时代的弃儿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